一屆南八天 淳大醫院被爆料 大二學生居然進手術室 替病患動刀 手術房醒來 醫師特別年輕 居然連國考 都沒考過的大二學生 手術縫線是他縫的 各位會怎麼想呢 劇情沒有南韓醫師執照 卻醫術高明 才大二動手術就經驗豐富 在網路上被傳翻了 大醫暑假就進手術室 過去都是大午才練習 操作胸腔筋比助手還厲害 站在第一助手衛 還說手術達住院醫師等級 結果加碼被爆料偷拍學姐 甚至PO文開嗆 我實力就是一切 沒本事就閉嘴 這個學生天賦一秉就對了 他這個地方天賦一秉 不見得其他地方他就會很好 偷拍是女學生去檢舉 所以我們就有約談 陳當發聲名利挺 大二男學生積極跟刀 手術室有醫師指導 進行傷口縫合沒有違規 有老師指導是可以進行這些練習 儀式違反醫療法第57條規定 陳大力挺學生遭打臉 學生也不買單 流言回酸人家黑捷克呢 別怕密醫的醫術說不定超棒 但是就是不合法 重點是違法看懂了嗎 到大師到我才會練習大提老師 陳大解釋 醫學系改成六年新制 安排大醫學生開始實習 小學弟積極跟刀出風頭 卻涉及違規行為 掀起校園版的白色巨塔風暴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 medi長官 剛才無你的記者 黃潔 通 Altern 大師 姊姊老 母 感谢观看